其实这不只懂不懂法律的问题 还包括你态度的问题 这样看不下去的就是 你有钱就了不起吗 你的态度就这么嚣张吗 这个被网友封为 病例姐的这个贵妇 她到底是谁 在经过追查之后 刚刚提到了 她是军网能源科技公司的董娘 名字叫做王小青 她是大陆人 祖籍在大陆山东 但是现在已经入籍美国了 王小青不只是董娘 她还是这间公司的监察人 甚至还会陪同接待来自对岸的贵宾 只是她接待贵宾时候的形象 跟她呛瞎警察时候的画面 落差非常大 大马路上当街呛警察的兵力姐 到底是谁 网友发动人肉搜索 身份终于曝光 原来她是一位科技业董事长夫人 本名王小青 祖籍是大陆山东 后来迁移美国 先生是台湾人 军网能源科技董事长吴光照 副城长花建惠在台北原山饭店 会见台湾军网能源科技集团 董事长吴光照一行 一年前爱婚省副城长来台 当时穿着一身黑色套装的王小青 就以董娘的身份跟夫婿一起接待 还上了大陆的新闻 我看来人非常好的 她带人非常好的 非常诚恳的 她非常诚恳的 她做很多朋友 她帮助很多朋友这样子 前往军网在台北的公司 4月初才向商业司登记 主要经营LED和太阳能事业 工厂设在台中 但主要业务都在大陆 不过有网友爆料 军网根本是个空壳公司 雇佣没经验的员工 帮外行人写报告 赚取报告费 没想到公司头一回登上新闻版面 竟然是因为董娘的争议言行 一天是台北送不到 一天是台北送不到